快點回來 站好 哈囉各位 歡迎又回來全新一集的 德州撲克亂推現場實路 今天我們這次買入的比賽是 一千塊錢買入 然後一開始會拿25000的籌碼 盲住結構是一個小時 然後我剛到會場坐下來的時候 完了前面幾副拍在偷拍的時候 竟然就直接被右邊的玩家阻止了 當時我坐在五號位 然後右邊那個玩家 應該是個美國華人吧 他坐在二號位 所以二號位根本看不到五號位的我在幹嘛 但是我就在拍沒有錯 然後他就直接叫了那個主管過來 跟他說我在拍 主管過來以後呢 他就說世界撲克大賽會場是不可以錄影的 只能拍照 然後我就跟主管說 我坐在五號位 那個先生在二號位 他怎麼會知道我在錄影呢 因為他根本看不到我的手機的畫面 對吧 我坐在這裡 他坐在這裡 這樣看著我 對吧 他不可能看得到我在錄影 還是我在看影片 還是我在拍照 還是我在幹嘛 對吧 總而言之 他這樣講了以後呢 之後我也不敢錄了 我也慫了 所以 今天day one 沒有什麼畫面給各位看 只能跟各位講講 發生的事情 但是之後呢 就有進了day two 所以我們今天day one day two剪一集 好 第一副牌呢 我們這時候大小盲是五百一千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有四萬的籌碼 就四十個大盲 我們在槍口看了一下牌拿到了 Pocket Asus 很爽AA一對 加注到兩千二 莊位呢選擇跟注 大盲也選擇跟注 三個人一起看一個翻牌 翻牌呢來了十六四 兩個梅花 我們手中沒有梅花 這時候大盲的玩家選擇過牌給我們 然後這時候中間有七千七 那十六四這個面 當然要一個延續下注嘛 外交又有買花的機會 然後中間有七千七 我打了一個差不多 接近百分之六十的籌碼吧 四千八百出去 莊位呢選擇跟注大盲選擇氣牌 我們兩個人一起看一個轉牌 轉牌呢掉了一張梅花山 這個時候我老實跟你們講 我怕了 有點慫了你知道嗎 所以呢我沒有繼續打了 我就選擇了過牌 過牌以後呢還好莊位的玩家也選擇過牌 這個時候我知道 他基本上應該沒有花了嘛 我應該在領先了 合牌呢掉了一張 無關緊要的八喔 這時候中間差不多有 一萬六一萬七左右 然後到我們 這時候我們當然要拿一些架子啦 我們既然覺得對方沒有花的話 AA應該領先嘛 對方很有可能是十一對之類的牌型 我就直接打了一個六千五的注碼出去 然後他很快就跟注 所以我們翻開AA他蓋牌 就讓籌碼量上升到五萬左右 之後呢又贏了一些小的彩詞 然後忙助呢也生忙了 來到了八百一千六 那這個牌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有差不多七萬左右 莊位的玩家呢選擇加注到三千二 我們在小忙的位置看牌 我們有六八紅心 我覺得這種牌型呢 對付莊位的玩家其實還不錯 我是可以跟注進來看一看 外加我們的馬量夠深嘛 有接近四十多個大忙 快五十個 選擇跟注 大忙呢是直接選擇了蓋牌 所以我們兩個人一起看一個翻牌 翻牌呢來了四五七 一個紅心 我們有六八紅心 幹 我們有一個後門買花的機會 外加我們擊中了天順 這時候心裡超級爽 我直接選擇一個過牌要買一服他 結果對方很厲害的 也選擇了過牌 因為這個範圍可能對他不太有利 轉牌呢掉了一張紅心石 我們的牌力已經頂到天然後又進步了 我們現在還有買花的機會 還可以買童花瞬 超級猛 那中間有九千六 這個時候我想了一下 我覺得我不能再過牌了 我要自己打了 因為我要打才可以拿一些架子嘛 因為如果我們過牌回去 對方又過牌的話 這材質就太小了 中間有九千六 我打了一個三千二的注碼過去 然後他沒有想很久 我就選擇了跟注喔 盒牌呢掉了一張圈 無關緊要嘛 我們還是堅果 中間這時候差不多一萬五左右吧 然後我自己零打 打了一個一萬一的注碼出去喔 結果這個時候 他竟然race了回來 他竟然race了回來啊 這個時候 他race到了四萬五 算是一個非常大的注碼 這個時候我覺得 他一定是有兩隊以上的牌型啊 因為單單只有一張圈的話 也不會做這個race 因為我打了注碼太重了 然後我後手只剩下五萬六 那我們是堅果 當然就是直接推ALL IN啦 推完ALL IN後呢 對方也秒跟 沒有錯 因為他已經套匙了嘛 你們猜猜對方有什麼牌 對方沒有順子 跟我們不一樣 跟我們的牌不一樣好不好 對方有三條Q 他QQ 然後合牌集中的Q 他也是夠倒霉的 地獄倒霉腿 真的很衰 他就只輸我們這一組牌 他也很倒霉 所以這部牌直接讓我們double up 籌碼量變成來到了 13萬左右 之後呢 忙住就生忙的來到了一千兩天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的香港朋友雷超 超哥呢 也剛好來到了我們桌上 這把牌一開始的時候 他籌碼量有兩萬五 他好像也才剛買入進來而已 然後我們在槍口加散的位置 看牌我們有A、J、不同花 我選擇做一個常規的加注 加注到四千 然後後面全部都棄牌 讓我們的超哥 超哥在大盲位拿到七七一對 選擇推了一個all in 但他只有兩萬五嘛 也就是說只有12.5個大盲 我們有A、J 這個時候到我們 我們當然是秒接 秒接以後就是跑馬 然後很不幸的忘記了 翻牌就輸了一張A還是一張J吧 然後我們就不小心把我們的同胞 給幹掉了 幹掉了超哥以後呢 基本上那個晚上沒有過很久 我們就bag了 就拿到一個垃圾袋 進入到第二天的賽事 終於進入到第二天賽事 我們終於就可以開始拍一些排行了 那進入第二天的時候呢 忙住那時候是一千五三千 我記得我有差不多十四萬左右的籌碼 四十多個BB 但我進去以後呢 我打得非常的不順 反正就是有牌就開牌 一直沒辦法中牌 然後一直延續下注 延續下注以後呢 就一直被對方check race 然後我就一直蓋一直蓋一直蓋 一直死命的蓋 最後忙住來到了兩千五五千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籌碼量 竟然只剩下五萬 但是這個時候 我們離前圈只差差不多 二十五個人左右 但是我們只有十BB 算是很短 然後前面呢全部都棄牌 我們在裝位看牌 我們竟然拿到了KK 這個時候 小忙的玩家有很多的籌碼 他有差不多六十個BB吧 然後另外一個大忙的玩家呢 他跟我一樣短 甚至比我還短一點點 艾倫哥哥已經夠短了 差不多這麼長 他這麼長 對他有差不多八個BB 我有十個BB 反正我們拿KK一對 這個時候我跟你們講 KK一對 千萬不要直接全推OIN好不好 KK是非常強的牌 一樣做一個常規的加注就好了 你希望別人進來 這樣你才有最大的機會 可以雙倍滿 吸滿好嗎 所以我加注到了一萬 加注到了一萬以後呢 小忙的玩家想了一下 他看到大忙也沒有錢 我也沒有錢 他就直接推了OIN 直接把頭馬全部推出去了 這個時候我心裡很爽 你知道嗎 我想說幹 了不起對方就是一張A 我們7-3跑 這把贏了就直接進前圈 一定進 大忙是馬上就棄牌了 然後我們就扣 扣完以後呢 對方竟然翻開57 你沒有看錯57 為什麼我拍頭 因為對方57把我們幹掉了 你們自己看下去就知道了 不好意思 我還有幾個下 我沒有想要做這給你 8 你們再看清楚一點 對方是不是中了順 我知道你們想要看我被幹掉 沒錯 我順利的Double Up 對方沒有把他們幹掉 我們KK這次贏了 所以我們抽牌樣直接來到了10萬多一點 接下來盲住生盲 來到了36000 這個時候我們差不多11萬的籌碼 18個大忙 只殺5個人就要進前圈了 然後我在槍口一看牌 哇靠我有QQ啊 QQ一定要玩嘛 加注一下 一樣加注到12000 然後呢 專位選擇跟注 大忙也選擇跟注 翻牌來了 234 兩個黑桃 這個時候大忙的玩家優先選擇了過牌 然後到我想了一下 專位的玩家他才剛到我們桌上 他是一個年輕人 然後他籌碼很多 我知道快到泡沫時間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打得很激進了 所以我想說這邊 如果我過牌給他 他大概率 我覺得他應該會下注 然後如果下注的話 大忙棄牌到我們 我們就直接全推他all in 我不會因為就是說 快到前圈 然後我就很俗喔 就不敢打 所以這個時候我是想著這個策略 想要去贏下這把牌的 他只要打 我就check with他all in 直接推他 那我過牌回去給他以後呢 中間差不多有4萬5 大忙沒錯 直接跳出來打了一個3萬5的注碼 百分之六七十的材質 算是蠻中得住嘛 然後到小忙的玩家 想了一下 小忙的玩家 竟然直接推了8萬5出來 這個時候我想 幹我是一個天才 我QQ 既然沒有打 就直接可以蓋掉 我真的是一個天才 然後又快到前圈 我覺得 我真的是超級強 所以我就把我的QQ給蓋了 我蓋了以後呢 大忙想了一下 他也蓋牌 然後最後 大忙是直接亮牌給我們看 他有24銅花 所以他中了24兩對 幹然後我一毛錢都沒有輸 我就只輸了一開始那個家住 我覺得我真的很賽 然後就這樣 我們就 歸到了前圈 終於歸了進去 忙住之後呢 他也深忙的來到了4千8千 然後我一直都沒有排 所以我一直被洗忙 從差不多11萬 被洗到剩下6萬左右 這個我把一開始後 前面全部都棄牌 然後我們在莊前的位置看牌 有K8不同花 52的籌碼 差不多只有6點 6個大忙吧 7個大忙都不到 K8同花 我就差不多了 K已經夠高漲了 我就直接退了個ALL IN ALL IN以後呢 莊位棄牌 小忙跟住 然後大忙棄牌 小忙是AJ 所以我們來一個跑馬 翻牌來了J98 轉牌來了10 合牌來了4 沒有錯 不幸的 艾倫哥哥跑馬 告終又出局啦 但這次我們有歸進前圈 所以還算可以 現在已經連續兩個前圈了 希望下一個比賽會更好 包銀 快來 那這次的比賽有差不多3900名玩家參加 然後我們是第441名 590名都有進前圈 然後買路是1000 我們最好要拿了1700 也沒有很多 但是沒有數就是好 好啦 那我們就再接再厲 看看我們可不可以連續三次都直接進前圈喔 那我們就下個禮拜見 掰掰 超才狗 在幹嘛 在幹嘛